那么其实现在世青团 全国到底有多少的党员 然后哪一个州属是你们最强的 就是哪一个州属的团员是最多 然后现在你们到底有多少 为YV国会员跟州议员 OK 总数因为我们现在还在 整个组织方面 我们还在整理着 因为其实 关键是我们的组织方面 还整理了总团员 但是我可以跟你讲 我可以告诉你 其实雪州 冰州 霹雳州 就是三个州团 和区团最多的 OK 整个全国的团员 大概那个range是多少 那个范围是多少 它的团员的人数 因为我没有actual number 我不要打你 因为我不要车大炮 OK 因为我们还在整理着 因为之前 就是那个35岁 然后是不是35岁到他生日 还是35岁到他35岁那年的 这个东西还是还没有搞清楚 所以我都是不要打你先 但是就是区团最多的成立了 开了会通过了 ROS接受了 组织 组织部接受了 是霹州 冰城 跟霹雳州 冰城和雪州 这三个是最大的 但是 其实要谈到 有多少个 YB这个东西呢 其实我们 如果没有错的话 我们总共有100 整个行动党了 是国州议员没有加买 上议员呢 是145个国州议员 但是是 Depsi的国州议员呢 总共是有23个 所以其实是蛮大的比例啦 23个当中 多少个国 多少位州呢 有两个国会议员 两个 21个国会议员 而 关键是我们做政府的时候呢 做X-Code的其实是很多的 ROS有两个 ROS有两个 PD州 一个 马六甲的一个 在沙巴有一个 圣州没有 其实是蛮多下的 OK那么来届大选的话 你们还是会维持 这个青年团的这个代表吗 就是竞选 还是你们会要求更多 因为来届大选 投票年龄已经从21岁降到18岁 那么 这个会不会给你们更多的 这个advantage 可以向母体要求更多上阵的机会 来代表年轻人去争取更多的 这个手投足 这是不是一个提供了黄金的 golden opportunity 来请回答 子弹当然会用 OK 射不射得重 那个是另外讲啦 理所当然我会 我会去跟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致的 我们整个社情团都会去要求 要求就是我们的母体 不理是我们的州党或者是我们的全国党的母体 所以说 你都知道的啦 现在18岁哦 会如果有更加多的青年的领袖 青年的候选人 应该胜算会高一点的 来啦 我们都是为了党 我们都会去讲这些话 但是我们都需要知道啦 all politics are local 到时候都是要看哪一个 哪一个选区 那个选区的结构 其实都是那一句 all politics are local 我们可以去讲 我们可以去要求 我们可以去探讨 但是最终都是要看党的利益 如果党的利益 说这一个选区 我们需要一个女的40岁以上的OK 但是我们同样会去争取 那么你觉得说来一阶大选 这些年轻选民 特别是首投资 他们最关注的一题是什么 因为其实我问了一些政党的朋友 其实他们都没有一个很确定的答案 因为大家都不知道说 这些年轻人到底他们想的东西是什么 他们里面的这个诉求是什么 那么你觉得呢 你接触 OK 我先要给你一个听起来 好像是车大炮的答案 但是这个是我真心觉得啦 我们当前的社会呢 是没有一个群体 没有一个年龄层 没有一个族群 是单元的 OK 是没有说 所有的年轻人都是要这个东西的 我们今时今日的社会是没有单元这个治疗了 OK 理所当然 如果是说18岁以下 甚至是还在 就是还在求学年龄之内 可能范围会比较小 就是那个多元 就是非单元的那个多元的范围会比较小一点 但是一旦你出外工作 你已经面对你已经是上班族 手头族是不是上班族是一个问题 手头族还在求学的也有另外一个 有他另外的需求 关键是我们不要 就是同样的我们不可以说所有的华人都是有这样的要求 我们不可以说所有的马来人有这样一个同样的要求 我们不可以说所有的手头子都是有这样的要求 All politics are local 理所当然有一些全国课题 它会有它的就是它的大影响力 但是我们需要知道承认和接受 All politics are local 但是我觉得现在还在求学18到21 22岁的这些手头族的 你可以把它narrow down 很多就是在教育方面的问题 会是在他们的视野里面的第一个出来 教育政策 教育机会 教育的价格 就是PTPDN或否 这些东西 我觉得都是有它一定的 就是在政治考量里面 任何一个你投票之前 你的政治考量有某程度的地位 如果你是去到 third year 就是大学三年级 你可能就会开始感受到 感觉到外面那个非常可怕的世界 你的就业 你的就业会从何来 你的 你可不可以供得回你的PTPDN 你可不可以供得起一辆车 你可不可以买得起你低价有一节物质 这些东西就是房屋政策 就是 可以说是经济政策 我觉得都会是很多年轻人担忧的东西吧 我觉得社青团现在扮演的角色 就是 就是一个最好的角色了 第一 敢敢去提出一些另类的想法 第二 扮演那个配合 尤其是跟友党 跟盟友和友党 去谈判和协商的那个单位 那么母体怎么看待你们呢 其实是蛮重视我们的 其实真的是蛮重视的 我可以跟你说很多 就是之前的 有几次 那些比较重大的 比较重大的一些会议 国会员 我们做政府 我们之前做这政府 和旧来没有做政府 然后没有做政府之后 还在 就是还在谈着 我们有没有机会 做回政府的整个过程当中 秘书长自己 第一 他都有问我的意见 第二 开会的时候 国州议员开会的时候 一些不是国州议员的 我们的总团的团员 秘书长都有叫我去 叫他们一起来开会 所以 而且通常都是有问 就有要求我们发表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和很多时要去跟盟友 去谈判任何的东西 我们都会被 都会被要求去做冲锋兵的 这是很正常的 正常的情况 好的 最后你自己还有什么要补充吗 我觉得现在目前 不只是行动党 不只是社情团 政治人物 政党 需要 第一 接地气 第二 我们需要把现在目前 所面对的很多大挑战 和这些挑战背后的解决方案 去接溃 所以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保持 目前 尤其是社情团 要保持我们目前的 这个momentum 尤其是面对着疫情 面对着政治冷感 面对着政治反感的 尤其是我们的党员 和我们的州基层 和全国的社情团领袖 其实还是在非常活跃的 去帮选民和帮群众 我觉得这个是值得 我觉得值得去继续的一个东西